受西南季风影响,8月16日至18日,广东浦宁市出现大范围特大暴雨,部分地区山洪爆发。 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致使浦宁25个乡镇约50万人受灾。 因灾死亡,车辆受损意外死亡,洪水卷走意外落水及触电死亡人数已达8人,直接经济损失6亿元。 受特大暴雨影响,浦宁市多处电力设施,浸水受损,受影响供电用户达12万户。 浦宁市是广东东部接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,常住人口超过350万人。 灾情发生后,浦宁启动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机制,当地部队官兵、公安干警、民兵近2000人次, 共转移了10万多名出在危险中的民众。目前,浦宁抢险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。